我不再去 全都拿到這裡 連我和我都拿來 門口一進來就看到這個外國人 他是面對著門口 所以我跟他有四眼交會 我就覺得這個人很眼熟 好像在哪裡看過 很淡定的吃著飯 但是三不五時都會抬頭起來 看對面拍廚所 甚或是進出的客人 後來才想 我就把手機拿出來看 跟那個協巡專刊的 那個藝營道靈愛的主席安德魯 怎麼長得很像 越看越像 所以我就趕快問我的老婆朋友 他們就看有像耶 我當下我就想 不可能吧 怎麼可能 那麼巧被我遇到 我就開始比對上面的特徵 那個眼睛上面有一顆字 這邊也有一顆字 結果真的有 歡迎收看《台灣起訴》 我是沈翔 現在已經是一個電子貨幣的時代了 我們手上支付工具非常多元化 你可以使用信用卡 郵游卡 甚至手機都可以拿來付錢 非常方便 不過對於台灣人來說 很多人還是習慣使用現金 所以我們在街頭上面 到處都可以看到ATM 領錢費用方便 根據統計呢 全台灣一共有超過 兩萬六千部的ATM 一年總共的交易量高達新台幣 9.6兆元 所以說由於交易量如此龐大呢 每一台ATM必須經常性地補超 裡頭要時時刻刻大約保持 一到兩百萬的這個提領的額度 可能是因為我講到上述的幾個理由 所以台灣在不知不覺當中呢 被一個惡名昭彰的國際造理集團 給盯上了 我們來看看 在台灣機場的監視器畫面 拍到他們的身影 我們看到了 這是拉脫維亞區的主席 安德魯 這幫人原本打算在周末夜下手犯案 結果正巧碰上的是強烈颱風尼伯特萊 當時在台北的風雨狀況 並不如預期的嚴重 但沒想到 在東南火車站卻發生了震驚社會的列車爆炸案 當時一度擔心了 是不是會遭到了恐怖攻擊 就在台北警方忙得焦頭爛額的同時間呢 這一批造理集團 他們繽紛多路 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地 就這樣子偷偷造領走了新台幣8300多萬 不可以掉以輕心 今年第一個颱風尼伯特來勢洶洶 氣象已記錄60年來 首台發布警報 還達到強台等級的第1個 7月6號晚上8點半 爬布路上警告前 桃園機場飛機正常起降 一架從土耳其來台的班機 晚上7點鐘降落 兩位二友四季男子 曼紐肯和艾迪恩 以觀光名義入境台灣 殊不知 他們將引發異議 ATM道理案的震撼彈 強台的飛進整個南部地區已經 吹起了7米高的海浪 7號風雨逐漸增強 台灣本島各縣市宣布隔天停班停課 防台馬虎不得 刑警大隊當然 它不是防台的一個主要編主 但是第一個我們要做好隨時的支援 第二個當然就是我們駐地的安全維護 隔天颱風駕民眾搭公車搭捷運搭火車 想趕快回家 一列台鐵E58次新族開網基隆的區間車 往嵩山車站行駛時 在9點57分大聲動畫 所以當天我大概是把大隊的助力訊息一遍 看看我們台的措施很多 那台在巡視的時候 然後就接到信義分取的一個通報 發生台鐵火車爆炸 台風夜火車站外救護車來來往往 總計25個人被炸傷送移 或者是之前的5 6 月份的時候 其實在美國在法國 特別在東南人非常 beating 都一直發生恐怖攻擊 第一個就是群眾矩情的很嚴重 第二個當然就是交通命令 第三個最典型的說法 就是爆炸 爆零物的攻擊 这三个都符合 当然这三个都符合 所以我们当时不做他想 一定会往最坏的方向推算说 这可能是一个恐怖攻击 如果是恐怖 全国拉警报 不过为避免引发恐慌 警方得加快脚步 帮报小组小心翼翼处理铁制钢管 但却没找到定时装置 问问车厢内民众看到了什么 就看到只是一个小帮子 着火而已 就听到是我坐在那 不会坐上面的灯放一声 民众只认中年男子 从提带拿出长长的东西后就爆炸 还有人拍下事发车厢里 匿名中年男子胸口腹部 伤势严重看作者 根据见识人员 重建现场的结果 认为这种伤势只有爆裂物 是放在他的胸前 还有大腿的上方 爆炸才会造成这样的伤势 这名男子相当可疑 警方锁定他追下去 紧急调阅沿线监视器画面 男子所见背长腿袋 疑似救世装爆裂物 一对身份他叫做林英昌 伤势集中在胸口和大腿 很可能是爆裂物碎片所炸伤 而搜索车厢厕所 塑胶带内眼镜胶带 一带把手验出了他的DNA 衣服也有扩药成分 在上面有踩到 确实也跟他相符 所以这个市政就很明确了 林英昌当天早上拿红色提带装爆裂物 搭上客运 到台中转搭火车后 一路北上犯案 他罹患扁桃腺癌多年 没工作跟家人疏远 怨叹人生不如意 犯下爆炸案是为了有其关注 我们也要特别呼吁 就是民众要安心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恐怖的攻击 8号早上确定排除恐攻 迅速抓到嫌犯 警方喘一口气 因为台风和台铁爆炸案 让警方风景神经 趁着7月9号7月10号 周六周日稍微放松一下 但仿佛像是暴风雨前的农镜 就在10号晚上8点多 第一批入境台湾的车手 曼流腾汉爱迪恩 行动曝光 7月10号刚好是礼拜天的晚上 我就接到大安分局 政策队队长给我的电话 跟我报告 有民众打电话到他们情务中心 然后说在地印郎古亭分行的ATM 有留下6万块的现钞 然后根据民众讲 一个外国人他的作案收法是 拿一个袋子 一直拿钱 一直拿钱 那所以财损就很奇怪 应该不会是6万块 所以当时给我的很深的印象 就是外国人 还有ATM为什么可以一直拿钱 所以这个案件我们觉得非常乖 加入台湾启示录的会员 每周独享频道的特别戏话 和我一块翻阅记者秘密档案 如果不是有热心的民众打电话报警 恐怕等到星期一早上 对银行有人上班之后才发现事情大调了 到时候呢 这一帮成员老早就已经大热飞机 扬场而去 不尽管提早被识破了 但是当警方调出了现场的提款机制件事画面 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还真的是傻眼 你看看不需要按密码 也不需要插卡片 这些钞票呢 就这样子自动地出出来 警方当时看到这个人 真是去画面的时候傻眼 就不用插入提款卡 也不用输密码 自动提款机就这样乖乖地不断地出出 千元大钞 就在变猛数吗 还是在拍电影呢 要命的是 还不止这一台ATM照样的 跟过清查之后 地银行总共有41台的ATM 遭到駕客入行 初步清查的损失金额高达了 新台币8300多万元 当时警方所能够掌握唯一的线索是 根据目击者描述 站在提款机前面领钱的 应该是个外国人 在台湾盗领ATM的案件是有发生过 但是还没有遇到外国人来盗领的这个案例 所以我当时就要求 请他们马上跟第一名来联系 但是因为当天是礼拜天 我一直请他们调阅 这个ATM的录影带资料 到底确定带头是怎么作案 但是第一时间是没办法查清楚的 警察 警衣1.0好 7月10号晚上8点多的报案电话 正好遇上星期日 隔天11号一早 警衣赶快调阅监视器 你看 傻眼了 你看他的动作真的很奇怪 他都没有按 小时变魔术一般 外国人没有碰案件 提款机自动突出白花花钞票 小时电影情节让人忍不住惊呼 也太神奇了 看到这样的一个监视影像的话 觉得很不可思议 担任刑警工作到目前为止 已经快30年了吧 我刚刚已经 我已经说明过 就是说没有看过这样的方式 台湾的ATM提款 有很多的被害的方法 包括整个提款机被偷走 或者是被破坏 或那最科技的一个方式的话 当然就是用提款卡 尾卡去做盗领的工作 那我们倒还没有看过说 这个ATM可以不经任何的方法 不用插卡 它就会自动突出 这个到这里一直看过 追原因 得先从可疑的两名外国人查起 戴着好几层口罩 然后讲着我们听不懂的话 不是中文 不是英文 也不是日文 都不是 然后呢 一直在自言自语 就高大了 就蛮高大的 两名外国人在意义古亭分行 鬼鬼祟祟 在口罩帽子不想长相曝光 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对话 他就一直在讲 外面的人也戴耳机 里面的人也戴耳机 他们察觉有人在看 心虚快闪 几方年线调阅监视器追踪 同时请义营扩大清查 这一查更不妙 接续 义营又开始告诉我们 不是只有这个ATM做到道理 他们已经陆续有很多的分行在回报 ATM都不道理 所以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这个案件非常的麻烦 是经过录影带的调阅 换钱的人数急速的增加 从三个变成六个 六个再变成十个 十个再变成十三个 两名外国人在电银行古亭分行 留下了六万块的现金让案件曝光 这一清查才发现不得了 包含是台北 新北 以及台中通通沦陷 二十二家分行 四十一台ATM 找道理的金额高达有八千三百 二十七万多 因为时间最怕是持续发生 持续发生 所以第一时间 ATM的这个房子跟义营 义营联系说这个ATM 在房子被盗链的这个机制 就会马上处理 马上建议 因为如果再被盗链 那代表说 国内的这一块防护网就失效 如果再发生的话 对疫营 对警方来讲 都不是 对 会没有办法挤血 觉得这个案件 恐怕是一个跨境犯罪集团 进入台湾来犯罪 因为局长只是要成立专案小职 所以在台北市的部分 当时是由刑警大队 征议到征八队 再加一个咨询室 九个单位 然后资源 辖区发生 ATM被盗链的 有六个分局 从万伐分局 中征一分局 大安分局 中山分局 信一分局 到文一分局 六个分局的侦察队 所以这样加起来 一共是15个单位 成立专案小职 来做这个案件的侦察 国内首宗外籍兵团 跨国ATM道理案 手法极为特殊 台北市之外 新北市 台中市也有 层级拉高 由警政署成立专案小组 那刑案的专案小组的话 可以算是一个 非常不可思议的 顶多是两个单位 三个单位 才办的一个案件 那这个案件 动用了15个单位 还不包括中央 航空警察局 出入境管局 等等这些单位 你看一个 这样的案件 可以讲是动用了 国内20几个 情侦单位 在做这样的一个 怎么办 450个人跑不掉吧 你看一个案件 居然投入这么大的 警力能够怎么办 实无前例 针对单一案件 大规模动员警力 首先要对犯罪模式 做了解 锁定外国人 提款机盗领案 大安分局回报 易银谷平分行 盗领发生后 六个小时 在11号凌晨两点 公管分行 也有可疑的 外国人浮现 他报案的内容是说 由外国人 在盗领 会监取关卡 他指的是 外国的车手 所以当时 那个民众是有 跟他发生拉扯 所以Terry走出司机 才掉了一张提款卡 那这个提款卡 事后警方在 做这个现场清查的时候 有民众把它捡起来 交给了 是由表情人员 转交给我们 那个提款卡上面 就是 有他的用力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线索 这个国际盗领集团 来台湾犯案之前 恐怕没有做主的功课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都已经凌晨两点多了 台湾的马路上面 还有民众 趴趴走 看到一个外国人 一个人站在 AGM面前 鬼鬼祟祟地拿着袋子 不断地装进了钞票 这行机太可疑了 这位热心的民众 立刻上前关心 结果两个人 发生了拉扯 这个外国人呢 在匆忙之间 掉了一张提款卡在现场 这上头呢 有他的名字 他叫做 躲过司机 而且还踩到了指纹 就在他匆忙上车的时候 他的车牌号码 还被这位热心的台湾民众 给记下来了 这下子 都该抓到人 运营国管翻行 两名外国人 留下的重要线索 一个是 陷阱岛上的署名 佐福斯基 另一个是 他们开车逃跑时 民众记下车号 280990 移工与警报 当一分级做了回报 道林的歹徒已经 他们从租人公司 查到租车者的姓名 但是这两个 一个是 在贝瑞州胡斯基 入境之后 就在桃园中正机场旁边的租车 租了汽车 然后这部车就开到了台中 然后做了一些案件 再回到台北 租车要登记资料 调除档案 进而掌握 另外一个嫌犯叫 胡克曼 而且监视器 还清楚拍下两名的长相 赶快去机场确认 他们还在台湾吗 他们在7月10号 7点多已经离京了 这是在我们查出他正式身份之前 我的了解应该是 差了将近三个小时 那是很二婉的一件事情 就差一步 但警方查出 两人梦弟弟飞往俄罗斯 专小组请检察官帮忙 从国外拦截 我们请他开具的拘票 这是请国际刑警组织 进行具体拦截的一个必要 的司法文書 把这个拘票 以及相关作案的影像 证明的这个资料等等 交给刑事警察局 由他们跟国际刑警组织 来做申请 回到东欧的时候 是曾经有被拦截到的 但是拦截到之后 在他们身上 并没有起货本案的账款 没有起货本案的账款 那苏联他跟我们 并不是邦交的国家 所以他们后来就告诉我们说 证实这两个已经回到苏二 但是没有账款 就这样回复我们 他们并没有进行 我们所需要的拦截 可以具体逮捕他们 抓人无望 不过机场行李X光影像 留给警方一丝希望 去调阅他促进的时候的X光影片 然后请航警局的同仁来做研判 他们认为这个8千多万 并没有带出去 而因为假如是现金放在行李箱 经过X光机的照射 他还是会呈现出 钞票的影像 所以我们请航警局专业的同仁 他们来做研判 钱没有带出去 钱可能还在台湾 表示应该还有共犯 但人海茫茫 又怎么着起 第一个就是监视影像的钓鱼 这个部分是非常花费人工 而且很耗时间的 那没办法还是要做 在开始清查说 这些人入境台湾 到底他住在哪里 因为他连的钱 不可能把这个钱 放在街头上留 他必须要有住的地方 所以这些外籍人是入境以后 他住在哪里 那其中一个非常关键 就是新一分局在7月12号钓到 晚上钓到 有一组的饭也 是入入在军月饭店 这组人就是已经离境的 贝瑞佐夫司机和伯克曼 人都跑了 线索恐怕跟着断了吗 一位柜台人员告诉我们 贝瑞佐夫司机跟伯克曼 在住宿饭店期间 他们有讲解一笔保证金 那这笔保证金 在他们check out的时候 还剩台币1万多 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 柜台人员曾问贝瑞佐夫司机 说你这一万多块是要退钱给你 或者你准备什么使用 那贝瑞佐夫司机告诉柜台人员 说他有一个朋友 就即将入住 那这一万多块的现金呢 就交由这个朋友来使用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强心计 从监视影下入住登记 确认这个朋友就是警方 头号追气目标安德鲁 就怀疑安德鲁 他就是要处理账本的人 所以才会在车手出境的时候 他还不进 所以安德鲁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就是 我们查到他的身份的时候 他还没离境 其余车手嫌犯都已经离境 只剩安德鲁还在台湾 警方赶快追来军越 不过安德鲁已经提着大包小包check out 只差了六小时 要到这个监视器的点是7月12号的晚上 他什么时候去拉 他是7月12号的大概中午 差了 差一点点 但是其实速度也已经很快了 对 但是还是差了一点 就差一点点 要紧抓安德鲁这条线索 警方加快脚步 研判他在台湾没有交通工具 应该是搭计程车离开 所以我们持续调监视器 然后访查到司机说 确实 安德鲁在7月12号下午离开以后 这个司机有再达到 台北车站的西山路 监视器的身影 他往那个舰车招呼站这边走 但是因为有死角 看不到他是不是上计程车 台北车站西山门 每天数百辆计程车来来往往 一辆一辆茶 旷日费时 正当警方公司 有没有起来更快的方法时 看见了公车经过很激动 吊了两三台的公车型的机车器 有照到安德鲁确实有上了一台机车 但是因为西山站那边台湾机车太多 我们没有办法很 辨识出那台机车车的车 那我们能掌握的是 第一个它确实有上车 那第二个 这台机车有车身广告 这个车身广告我们去查 是属于只有这个 一个台湾大车队 再来一个就是它的车型 它的车型看得出来是 TorotaWish的这个车型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的特征点 锁定五台机车 五组人马追五辆计程车 安德鲁到底上了哪辆 那过滤到最后 有两台机车是最有可能的 其中一台的机车 是到达了那个松安机 对 那个时候我们一吓一跳 松安机想到是不是 对大机一前熬掉 那个时候很担心 所以马上又跑到这个松安机上 吊这台机车下车的画面 还好是一对夫妻 真的是松一口气 剩下一台机车车是警方 最后希望 那剩最后一台 我们后来在南港找到这个司机 这个司机说确实有 当天有载到一个外国人 但是不确定是不是就是安德鲁 我们再去请台湾大车队 吊这台机车车司机的TPS 确实当天有从承德路 然后右转民生西 民生东 总在民生东路一段下车 在民生东路一段下车之后 人呢 安德鲁 人呢 不用担心 台湾什么不多 就监视器最多了 警方耐着性子 过滤每一个路口的监视器 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找 终于找到了安德鲁 下车的地点 然后再一路地追追追追 追到了他下榻的这些日足套房 上校之下 安德鲁还是 心思比较细腻的首脑人物 因为他的队友呢 一拿到的钱 早就忍不住住进了新奇的酒店 大带牛排了 而安德鲁他的行事风格 是比较低调谨慎的 在此同时呢 警方也不急着 打扫精神 动手抓人 因为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尽快地把8300多万元 给全数追回 每台车队的继承车上 都会有像是这样子的 一个导航系统 而警方呢 就是取得了 继承车的这一张GPS资料 不过上面只有坐标位置 没有明确的地址 因此警方是暗图所记 找到了明山东路这个路口 但下车的人会是安德鲁吗 又掉到这个下车里面 确实是安德鲁 所以当你看到那个监视器的时候 很雀跃 安德鲁走进明山东路一段 这栋大楼 原来他用知名网站Airbnb 租了一间日足套房 但警方联系不上房东 明山东路一段 Airbnb的房东有这么多 我们要一个一个聚场 安德鲁就是在7月11号 跟他联络 那他的租约是7月12号 到7月19号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爽 如果不在里面 他可能还会回来 7月份震热的时候 冷气的运转声响很大 加上电表转速又快 因此警方研判 安德鲁可能就在房间里 于是拿了房东提供的备份钥匙 准备行动 就是不在里面 冷气开着 桌上两碗泡面都吃一半 那巧克力也吃一半 另外床上又放了这个 他的行李包 他的行李包 其实还有几件衣服没有带着 所以我们在想说 他会不会有可能 会再回来 然后还原现场 把东西都布置好 再退回来 警方一组人现场来扶 另一组人调大楼监视器 确认安德鲁行踪 出去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晚上的8点 7月12号晚上的8点 出去 后来回来的时候 提了大包小包 买了一些干粮巧克力 那我们看他买的数量 其实还蛮多的 警方找到这一间日足套房 是7月15号 安德鲁的租约到19号 而且他又买了一堆食物 或许打算窝藏的那段时间 晚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 他又出门 那这次出门 有一个很特别是 他把在军队饭店 那一大箱的这个 行李箱 还有电脑包 都背出门 回来的时候 这两个 行李箱跟电脑包 就不见了 行李箱和电脑包 已死装贓款 没带回来 很可疑 安德鲁搭上继承车 回到民生 登陆套房 警方锁定车号 就是这台机箱车 往前钓 后来找到这个机箱车 就是说 它是在内湖的 明德科技大学校门口 载了安德鲁 然后把它载回去 我们再往回钓 从这个校门口往回钓 钓越监视起后发现 安德鲁往小巷钻 绕来绕去二十几分钟 明明有大马路 他却不走 我们那个时候觉得 他是在刻意 刻意地掩藏这个地点 不要让这个地点破坏 更怪的是 13号5点 回日足套房后 8点又出门 来到同样地点 就像鬼打墙一样 又走到西湖宫 然后又是那个登山步道 步道口 然后人又不见 那那个时候 我们在这登山步道 下了很多功夫 但是就钓不到它 后来跑到哪里去 就我们那个 消失了 对 我们这个登山步道 这一片山 像是白木达三角洲一样 人就不见了 安德鲁来到西湖公园之后 明明旁边就有登山步道 他却不走 并且这边是抖又非常的难行 但是他却一直往偏僻的地方去 那时候警方还搞不清楚 安德鲁的白木达三角洲秘密 埋伏的警察越等越不安 监视器看到13号中午 安德鲁又打扫计乘车 警方以车号追人 他确实有把他载到宜兰 跑到宜兰 我们就比较没有监视器 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发挥效用 而且他的电话又断掉 势必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续 人海忙 我当下有什么地方 这下子祷告 让安德鲁跑到了宜兰去之后 没想到 这个人就人间蒸发了 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 竟然让他给断掉了 这案子还办得下去吗 我警方不信 回过头来 没关系继续找监视器画面 继续的筛 最后辛辛苦苦的拉出了 这五条的道理路线 而且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其中有一组人 在他们离开台湾之前 他们到桃园机场的路上 曾经还特地拐到了台北车站 带了三个行李箱 警方怀疑 这8300多万的账款 有没有可能 就锁在台北车站的置物柜层呢 欢迎回到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强 在看伊林道领案这个案子 你不得不佩服 我们台湾警察那种切而不舍 追查到底的破案精神 尽管一条线索一条线索断掉 但是他们用土法炼钢最基本的方法 不断地过滤这些监视器画面 不放过留下来的丝毫的蛛丝马迹 终于理出了这五条的道理路线 但令人扼完的是 总是在每一次动手歹人之前 还是慢了一步 安德鲁逃到宜兰 像是断了线的风筝 要抓回来难度很高 恐怕是一场长期抗战 无论如何还是要到宜兰去 把安德鲁也抓回来 那根据我们调阅的监视影像资料 我们发现安德鲁他到宜兰去 他只带了一个水深背包 这个背包不大 背包不大 里面不可能装了八千多万 那扣除掉他在内湖山区的那些背包 顶多也只能钻两三千万 所以证明说还有一支账款 应该是留在台北市 警方进一步分析 道理嫌犯两到三人一组 集中在7月10号11号 周日周一的凌晨和深夜犯案 他在道理每一台ATM的时候 他知道利用凌晨 民众比较少的时间 然后去道理希望不会被发现 利用假日 考验你警方以及银行 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式 利用这些方式所产生的一些弱点 薄弱的地方 然后去做班 道理八千多万 嫌犯都在11号陆续离境 可是钱还在台湾 是集中给一个人处理 还是分散在不同人身上 我要求专案小组要绘制 每一台ATM被盗领的时间 歹徒的来线去线 他们怎么走 那这些行李箱 最后到达送到谁的手上 那这一个人后续又把这些钱放到哪里 一组人马一种颜色 拉出饭案路线 再从饭店和出入行踪 理出关键线索 从ATM的领到现款之后 全部都交给巴比这一个人 那很多的点都突现出来 巴比在各个地方收集了这一个人 这些盗领车手的钱之后 他集中管理 巴比是重要对象 大部分账款都由他掌管 要找钱追他准没错 警方掌握 他7月12号13号分批把三个行李箱 从饭店带到台北车站 放进置物柜后 就去桃园打击离开 账款就在置物柜内 警方赶快行动 调到这里 非常高兴 以为我们找到账款 所以接续下来 就协调这些保险 置物柜的业者 赶快开启保险箱 但又发现情又不见了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每次有一个机会来 赶快冲到现场 然后发现又是漏空 空空如也 这个过程叫做死转手 所谓的死转手 就是说没有经过人的一个张物 转手的一个过程 无非就是制造一个珍查的断点 嫌犯狡诈 裹茶器 警方不死心 持续调阅监视器影像 果然有两名外籍男子 16号下午5点多 拿走行李箱 认为他们领取了这些金钱之后 他会居住在台北市 或者大台北地区的五星级饭店 要求台北市14个分局 也拜托新北市那一边 清查匣内的大饭店 只有两名外国人的身影 最大特征就是一顶黑白相间的帽子 和一顶全红的帽子 案子办到这里 过案子越来越渺茫 侦办状况可以讲是一个 到达一个比较低落的时候 因为安德鲁跑到宜蘭去 要有长期抗战的准备 还需要几千的公公 才能摸清楚 安德鲁到底住在哪里 那也可能会找不到 查到了这里 专业小组好不容易 周瑜勾勒出 这一个国际道领集团 他们的轮廓了 他们有22个人 分别来自8个国家 其他的车手任务很简单 领完钱之后 他们就想起离开台湾了 20个人最后只剩下3个人 还留在台湾 其中包括了这名主贤安德鲁 但安德鲁人跑到宜蘭去之后 就消失无踪了 却没有想到 当他正悠哉悠哉的 坐在一家餐厅里头 点了一条藏处鱼 還有一碗白饭 正在享受的时候 却没想到坐在他隔壁桌的 是一个休假当中的警察同仁 就此骷入他的行踪了 你能不说 这就叫做随心该败吗 台北车站带走 贓款行李箱的两名帽子男 离开后搭上计程车 因为往东边走 他们一定可能是入住在 东边的某一个酒店或饭店 刚好当地的派所所长 王所长 刚好就在维多利亚酒店旁边 方家跟七小在旁边 所以看一定会 就完全是 所以不管帽子身形 就完全用 两名帽子还在饭店专小组赶过去 发现两人在牛排馆 准备吃晚餐 然后进入到牛排馆去监控 我坐在我这边 离我大概两三桌 他们就是在我右手边这样 那我同仁坐对面 台北这头警方近身监控米海尔潘可夫 宜兰那边安德鲁疑似出现在东奥一间 海鲜餐厅 发现的人 是一名台北市警局公关市警务证 宋俊良 那天就是我带老婆小孩出来玩 我们经过这里肚子饿 我们就过来吃饭 当天他人坐在哪里 就在街里床 地奥床 就那位置 对 就坐在这里 你说当时当天看到他 他吃什么东西 怎么引起注意 他就点了一条很大的 唐醋鱼 他还可以晚安 从门口一进来 就看到这个外国人 他还是坐着面对着门口 所以我跟他有四眼交会 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眼熟 好像在哪里看过 外国男子 只点了一道唐醋鱼 一碗白饭 和两瓶茶一瓶水 他有用 有吃到的 他就一直抵着大拇指 所以我才说 来邀他一起拍照 你平常也没有 有习惯在跟外国人合照吗 没有 本地的 我们台湾都也是很少 跟扣人拍照 他当天的 会跟他拍的原因就是 我就是要在我的脸 通往说 我卖老外跟我们国内的 价钱一样公道 老板娘说 对方穿T-shirt短裤 看起来跟一般背包客一样 倒是觉得他心事重重 他的饭没有吃完 好像心情 我怎么好吃不下 好像吃的不一样 好像有心疏 对 对 很淡定的吃饭 但是三不五十的都会抬头起来 看对面他有所 生活制进出的客人 旅游应该是很放松 然后他也一直盯着他的手机在看 宋俊良当了14年警察 之前当过派出所所长 休想出去玩 依然发挥敏锐观察力 后来才想 我就把手机拿出来看 跟那个协巡专刊的 这个义营道零案的主席安德鲁 怎么长得很像 越看越像 所以我就赶快问我的 老婆朋友 他们就看有像 有的朋友就说 外国人不是都长一个样 我当下我就想 不可能吧 怎么可能那么巧被我遇到 哪一批都没有那么紧 但是又觉得他真的 长得跟照片的人很像 那我就开始比对上面的特征 那个眼睛上面有一颗字 这边也有一颗字 结果真的有 那我朋友也很热心 就假借上厕所 偷偷观察他 那发现他刚好有接起一通电话 但他讲的不是英文 那更加确定 因为安德鲁是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的 真的可能就是他 赶快到对面派出所同胞 东奥索警方沿着俗华公路找 果然懒到人 那时候就觉得中了 把护照拿出来之后 我们比对写巡装刊的护照号码 就是他手上的那个护照号码 才敢肯定 没有啊 我就想说 那安德鲁人住 我快点怎么就去一起 我去死了 老板娘怎么也没想到 易银盗铃案主席 会在他店里吃饭 而且还是一名修教员警 出游巧遇 就这样抓到安德鲁 宋俊俊赶快打电话 给台北市行大大队长 我说 怎么是你通知我呢 你是公关市的警务证啊 你又不是专案人员 我最后再跟他查证 你确认吗 他说没有问题 对对对 我心里因为我很质疑 因为不太可能 发生这样的状况 有一个谷底 跳到一个高潮这样子 应该可以这样形容 终于抓到你了 17号下午5点左右 宜兰传来好消息 但台北这边 抓米孩儿潘可夫 鞠票还没到手 为了不要让他起 当然我们就跟着用餐了 要边吃边唱边上餐包汤 到最后牛排要上 那个时候 米孩儿他们也在 已经在吃牛排了 吃完牛排可能就是最后一道 可能饮料就要离开 那个时候 那个陈瑞基队长就通知我 我说鞠票到 我们要指使 安全问题 先把他们的刀叉 全部都收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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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知道什么事 当下两个人 就都表示说 他们知道什么事 OK OK CUT 你先去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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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在上面 第二个在上面 还蛮你了 然后这个跟这个 还有一个在那边 是上面 很重很重 三个都把它取出来 再打开啦 Bingo Bingo 都是钱啊 对 闪操 这都水了 这也都水 三个行李箱 装满钞票 为求谨慎 通通带回警察警察 安德鲁 米海尔坎克夫 三人同一天落网 警方宣告过来 这三名嫌犯的落网呢 再再说明了 我们台湾警察 过人的警觉心 还有观察力 不过这个过程 还是太过于戏剧化了 也许这叫做老天有眼吧 台北市刑大的大队长李文章说 他相信天道酬勤 老天也肯定是看到了 台湾警察办案的辛苦 而这些努力是不为白费的 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告诉你的是 这个从来没有失守过的国际盗领组织 为什么会在台湾踢到了铁板呢 甚至连国际刑警组织也非常好奇 台湾警察如何能够 在短短的一个经济之内抓到人 而且追毁了三款 其真心社会的硬营盗领案 检方在日前已经侦查终结了 依照诈欺 方案电脑使用者最显了 将安德鲁等三人提起的公诉 具体求刑12年 而至于其他已经离近了19个人 目前也已经发布了 国际同期联合 今天米海尔潘克夫处理的脏款 警察跟银行超商借来7台点钞机 花两小时才点完 但只有6024万多 和道理的8327万多 差了2000多万 警方想起 安德鲁在内湖神秘摆目的后 脏款就不见 找来他问清楚 他一定就是很不配合 因为他好像有撂下一句说 这个钱已经处理完了 安德鲁老神在在 一副警察拿我没办法的态度 但台湾警方不是省油的灯 出了这个民生东路的tower 然后出了tower 然后跑去哪里 他就说谎 说他不是这个101 但是我马上跟他讲说 不是啊 你去内湖啊 他就吓了一跳 然后又说对 就是有一个湖的公园 是大湖公园 知道他是在说谎 警察拿监视器戳破谎言 挤牙膏是逼他吐真相 眼看赖不掉 他开始紧张 他怕死 他不知道台湾的法律 他怕说在台湾 犯下这个 这个这么重大的案子 可能会被判死 被枪毙 后来他有跟同意 讲说他家里面 这个 家里面还有 还有这个老婆 还有小孩 然后他怕这个 当地的黑道 对他们不利 安德鲁公称 在拉脱维亚欠债主 三千欧元 对方是黑手党 要他到台湾办事 恐吓不然 让他看老婆小孩坟墓 他才乖乖听话 警方突破新房 他认了钱藏在内湖山区 捡紧带人回现场找 我没有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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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警方大举搜身 只找到一袋赃款 一千两百六十三万多 少了一千多万 消息不光 晚上就有一名科兴老翁 到警局说 捡到钱 而且是明天讲一下 捡到钱会过程 算一算 易营被盗领八千三百二十七万多 一块一块账款屁图拼起来 米海尔潘可夫 安德鲁 科兴老翁 还有留在古田分行 来不及带走的六万元 还是少了五百七十九万多 其余账款流向 还是个谜 但调查局 已经解密泰克入侵模式 透过数位见识查出 骇客编写两支操控程式 第一支程式 可测试开启吐钞夹 确认能不能被远端操控 第二支 可以选择吐钞 是千元还是百元钞夹 以及吐钞章数 知道骇客怎么让ATM自动吐钞 但易营是怎么被入侵的 在公司收Email 骇客疑似将可窃取账号密码的 二一程式夹带其中 易营伦敦分行因此遭害 一台用来录音的电脑主机 遭到掌控 他们在内部连线的时候 他们有申请一条专线 从伦敦直接连线到 易营的内部网路部分 所以不用透过台湾这边的任何一台主机 或是等等的 它可以直接的操控就对 是 伦敦这台主机最主要就是一个录音的主机 一般人很少人去接触它 或者是去使用它 而且不容易被人家发现 切入伦敦分行主机后 当跳板 透过专线直通台湾的ATM派送机制 可同步掌握同款的ATM 开启远端遥控 接着就等车手到ATM 车手做定位之后 车手会回报ATM相关的资讯 远端的操控者就可以透过一个对照表的方式 找到ATM它所代表的IP的位置 它就是透过远端操控的方式进入到ATM里面来 然后再把这几个操控程式埋入到ATM 所以就可以从ATM来操控它来叫它抵操 调查局更发现 骇客很狡猾 企图防堵追踪 这个程式其实它并不是 骇客集团他们自己写的 而是由这个微软公司 他们在工具软体里面提供的一个程式 那么它这次程式除了把档案删除掉之外 最主要的目的是把它从硬碟里面 把这个档案抹除掉 它可以抹除它32次 在灭迹的动作当中 它清除了那么多次 这个情形是很少见的 然而终究有漏网之余被找到 这套理论能否行得通实际测试 所以它是透过合法的连线 去执行这个非法的程式 您所谓的合法的连线是透过内部网路的连线 对 就是远端服务的这个功能 所以它并不会作动到所谓的网路连线 不会触动到内部的一些保护的机制 那合法的目的就是让你不会找到它 那非法的目的就是让你去查 跨国骇客透过合法掩护 非法凸显银行资安漏洞 像全国的这些大众的我们致建 我也希望从他那边得到一些经验来 让我们整个资安能够升级 有没有内神通外鬼还在查 事实上国骇客联会2010年就曾远端遥控 让抽票如雪花般片片突出 警方发现义营ATM倒领案 22名嫌犯来自8个国家 8国联军 跨国倒领 缺求各地犯案累累 但这次栽在台湾警方手上 警民合作力打工 那我们只是小小的打雷通电话 然后请警员和平所的承判警员 来处理这样子 那真的所有的功劳是归功于他们 案件没有说你做了多少工 他的过程通常是你做的努力 一阶段的突破 但是上天还会伸磨你 这里是台北市警局的勤务指挥中心 您可以看到后面这一面电视墙 总共是14个分局的监视器 全部一览无遗 为了抓义营案的嫌犯 专案小组是总共过于了 1500支的监视器镜头 还有轻查60辆的计程车 以及15辆公车影像 才能锁定掌握22名嫌犯全都录 另外电房和社群网站 手机通年记录入出镜资料 还有饭店查了500多间 不眠不休和时间赛跑 一周内抓人破案 我想天道酬勤啊 就是上天同袭努力的人 所有的功劳我认为都是专案的 他们的辛苦获得的代价 他们值得被赞扬 感谢您说完今天台湾启示录 我上面想我们再回来 这是哪里有什么赞的 是什么赞 地坏 也设定有什么赞 如果你是发现的 那里有什么赞 我来打两个赞